沙拉越古近今早发生死亡车祸 三辆本地轿车和一辆托格罗里失控碰撞 有的车头悔不成形 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 车祸造成了两名乘客当场死亡 一人受重伤 这起车祸发生在石龙门伦勒路段 沙拉越消整行动室发言人指出 当局早上将近八点接到投报后 出动六名消整人员到场紧急救援 发现车祸涉及四辆交通工具 其中供车的两人不幸身亡 遗体也已经交由警方处置 至于车主则是头部重疮 过后送往医院救治 伤者和两名难死者的身份 还有待当局查证 车祸噪音也有待查明 至于另外两辆本地轿车和托格罗里 所有人毫发无损 伤口感觉 绝对 一人后一人过两个人 再说 公伤的颜色 第二个人 限制